人类的淋巴器官构造功能迅速哪些正确 黄骨髓有没有造乙盖细胞 没有 要红骨髓才有 黄骨髓都是脂肪 所以它没有办法造血了 所以A错 胸腺位于胸腔内靠近心脏下方 心脏下方嘛 不是心脏前方 在心脏的前面 心脏前面 胸骨后面 不是在心脏的下面 心脏下面没位置了 所以B错了 它可以刺激T细胞的分化和发育是对的 错在它的位置不对 它说分布于淋巴结的肥大细胞 可吞噬淋巴中的 好像肥大细胞的功能不是吞噬 要吞噬的话就是巨氏细胞啦 素毒细胞啦 或是适中兴臼 肥大细胞是它表面有受体 对 它接触到过敏源之后 而分泌发炎介质引发过敏反应 过敏反应是由抗体媒介的 所以属于第十道防线的抗体免疫 所以肥大细胞不是吞噬用 是淋巴过敏的 所以属也不对 我们看株选项 黏膜层有很多淋巴组织 它是我们表面最大的淋巴器官 没错 表面积最大 因为你的黏膜层很大 从鼻腔 口腔 食道位 小肠 大肠 腻尿 生殖道 都是黏膜层 所以它是我们实际上 表面积最大的淋巴器官 是指表面积 没错 因为其他的淋巴器官都具体成球状 或者就像淋巴结 或者是像皮胀一样 它的面积不大 体积大 所以这一株是对的 接下来位于腹部左上方的皮胀 为淋巴活化跟作用的场所 叮咚叮咚 皮胀是人体最大的淋巴结 它位于腹部的左上方 在胃的后面 它是淋巴球活化跟作用的场所 没错 它是作用的场所 因为它是刺激淋巴球 那有活化吗 有啊 你的细胞症 如果你的记忆细胞症在这边 被刺激你就会在那边活化 而这边的细胞被活化 也会大快速的分裂 所以你的淋巴结或皮胀都会因为你免疫反应而开始变大 因为里面的淋巴细胞因为分裂而变多 好 所以这题的疑取量是对的 好 所以第十题答案就有株跟一 是正确的描述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